哈喽小伙伴们我是明清 明清今天给大家安利的剧是由丁宇熙 邓恩熙主演的古装悬疑太安剧《长乐曲》 这部剧原著小说是凤凰期的《长安同学名》 老实说听这剧无论是原著还是剧版的名字 明清都没想到这是个古装太安剧 熟悉明清的小伙伴都知道 这类题材是明清的最爱没有质疑 所以我也觉得这剧可能是古言多于太安的类型 但是看过原著之后 明清还是觉得这剧真的太对我的胃口了 确实是有感情戏贯穿始终 但是原著小说它是主旋律 而且案件相对来讲也是挺吸引人的 咱们先介绍一下男女主的角色 丁宇熙主演男主沈渡 内卫府大革领 主管侦察监视刺杀 是长安赫赫有名的白阎王 那民间提起这个人 那是白日云散 夜值小而啼哭啊 而邓恩熙主演的女主原著叫朱岩 剧版改名字叫严姓 自幼师承刑部大玉都斯 自己也是刑部酒品书令史 严姓虽说在长安名头比不上沈渡 但是也算是个人物 一个姑娘家还是刑部的小官员 整天跟着一帮刑部的男人到处查 因为他心思缜密 擅长验尸 寻找蛛丝马迹 所以为刑部捕破大案 咱们今天这个故事呢 原著是架空时代 并且当今皇上是女皇 女皇在张相的建议下 为沈渡和严家赐婚 而沈渡和张相一向正见不合 这所有人都明白 严家这个新娘 就是为了去坚持沈渡的 而沈渡人称白严王 又怎么能容忍这样的新娘 活在自己身边 所以严家女儿都不愿意下嫁 甚至逃婚 原著啊 其实女主虽不愿意 但是女主家庭还算和谐 兄弟姐妹间关系很好 女主不想一家遭难 所以算是主动提嫁的 结果呢 也是跟所有人预料的一样 娶亲当日 沈渡就给严姓来了个下马威 严姓呢 都没来及拜堂 刚下滑脚就被沈渡用剑指着脖子 一顿恐吓 并且告诉她 一别妄想成为沈夫人 二别妄想打听到内务府的任何事 三不是我沈渡心甘情愿取经名的夫人 妄想活过三个月 哎 一般男主上来就这么急眼令色的 立flag的 后面一定会被打脸的 而且脸都被打肿的那种 严姓这个女主的性格 明天是太喜欢了 她首先要为了嫁人嫁给沈渡 就知道自己下场不会太好 但是女主没人命 觉得男主是个白眼王 你说啥是啥 他能居能深 时而谄媚狗腿 时而高傲撒脱 两人兴奋当天就发生了大案 人家穿着喜服就到了案发现场 各种勘察尸体 让沈渡都不由他皱眉 而且面对案件和真相 严姓也从来不会退缩 这种坚韧还不是一种傻气的执着 因为他知道胳膊扭不过大腿 一心查找真相 如果涉及东方利益 他也随时做好授手的准备 所以这部剧是女强文 世神社让明清都觉得超级好那种 有本事有情商 懂得审视夺视 不屈原复视也不圣母 也正因为女主这样的好 才让男主在与他相处过程中 对他大有改观 甚至慢慢的对他安生情愫 从成亲的时候拿到威胁 再听到人家说着急合理就急眼 总想和人家在一起 这个角色怎么这么会选 我可太看好丁宇西演这个男主了 最后咱们说一下这个女主 05年出生的 这真是新面孔新生缘了 明清觉得从2023年开始 古装剧开始进来好多新面孔了 有很多新的CP组合出现 顺便扎一下丁宇西的心 丁宇西95年和女主相差10岁 不过丁宇西这剧的装造真的很适合他 看着真的很让人动心 至于邓恩西 明清是很期待看到他演这个剧女主的效果的 而且这两人目前看还挺有CP感的 新CP组合 古装悬疑他 原著人设超好 麻烦别给女主改的恶俗 谢谢 好了本集呢咱们就先安利到这了 下期见了 拜拜 拜拜